第1281章 弱肉强食之地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 于家清小姐只会让宁成觉得有些熟悉 但是在这里 听到于家的清小姐 宁成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于清 随即他就肯定 这个于家清小姐肯定和留下十面兵闭的于清有关系 因为他是回首菩提子带过来的 回首菩提子是让他完善道心来了 原来真是于清 宁成心里一直在想着 他的道心痕迹是于清还是田木丸 或者是别的人和事 当他听到于家清小姐的时候 瞬间就明白了 他的道心痕迹不是田木丸 而是于清 他不欠田木丸的 却欠下了于清的一份执着 如果不是为了他 于清不会再去时光荒芋 如果不是为了他 于清不会落下冰冤 留下十面兵闭 还有那一条生命的阶梯 那是于清在规则坚硬的兵闭之上 一个一个地跑出来的 那一片峡谷都被他收起 送入了玄黄珠中 只是此时 他连玄黄珠都感受不到 不要说再去看看那十面兵闭了 大哥 怎么样 小叫花见宁成有些茫然 咽了一口口水问道 每次他前往于家院子外面 只能闻闻饭菜的香味 他一个人 是绝对不敢进去的 宁成敢混进 著名帝君信徒的队伍 这种胆子和本事 肯定可以轻松进入于家大院 吃香喝辣 宁成摸了摸手中的戒指 心里有些遗憾 如果有神识 戒指中随便拿点什么出来 也都够了 吃饭的事情不忙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江沙城啊 宁成拍了拍小叫花的肩膀 想在小叫花这里打听一些消息 小叫花怯了一声 这也想考我 江沙城就是说 这里出的大将和沙子一样 多不胜数 那别的地方呢 宁成跟着就问道 他最想要知道的是 这个大路到底是哪里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 小叫花顿时被宁成问住 好一会才说道 别的地方 我暂时还没去过 虽然知道小叫花可能不知道 这里到底是哪一个星路 宁成心里还是有些失望 他只好再问道 那你见过有人会飞吗 这句话 宁成是想知道 这里到底是不是修真城市 还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会飞 小叫花眼里带着怀疑 看着宁成 大哥 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江沙城最强大的 是著名圣庙长叫 他也不能飞啊 宁成呵呵一笑 我和你开玩笑的 你告诉我 那长叫强大到什么程度 小叫花鸭低声音 著名圣庙的长叫 虽然不能飞 却可以在空中滑行十多丈 平遥商会的势力大把 就算是再将沙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商会 因为平遥商会会主的女儿 长得非常漂亮 虽然比不上青小姐 也是将沙城有名的美女 因为著名帝君 需要她纯净的灵魂祭祀 平遥商会的会主 和著名圣庙的 长叫起了冲突 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圣庙长叫将平遥商会 斩进沙绝 一个都不留 最后还将那会主的女儿 带出去烧死了祭祀 宁城听了心里一沉 他连忙问道 既然如此 瑜伽的青小姐如此漂亮 会不会也被带去祭祀 小叫花切了一声 谁不知道 著名圣庙的长叫 和瑜伽结亲了 你知道 瑜伽为何要大百言习数天 就是因为著名圣庙的长叫 向瑜伽提亲 他说 青小姐适合做长叫圣母 准备迎接青小姐呢 听说还是将沙城城主 出面提亲的 有这一层关系 谁还敢动青小姐 宁城听到这句话 顿时将拳头捏得咔咔响 走 我们去瑜伽看看 宁城毫不犹豫地说道 如果瑜伽真的是轮回了 他会让那个著名圣庙的长叫 也尝尝被火焚烧的滋味 大哥 你腿没关系吧 小叫花见宁城走路有些瘸 小心地问道 这句话犹如冷水一般 浇在宁城的头上 他颓然地坐了下来 他不再是那个 可以斩杀河道的混员强者 而是一个修为尽尸的断腿人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何让那长叫灰飞烟灭 小叫花看出来了宁城的失落 连忙说道 大哥要不去我住的地方休息休息 反正瑜伽的沿袭 要摆好多天 你还有住的地方 宁城疑惑地看着小叫花 这家伙明显就是一个街头要饭的 将沙城一看 就知道不是一个小城池 在这个地方 就算是有一个狗棚住 那也是财富 小叫花得意地一笑 大哥别小看我 我不但有住的地方 而且还住在秦河之边 你跟着我来就知道 我并没有说谎 宁城跟着小叫花转过 几条街道 渐渐感受到了水汽的气息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一条 两边杨柳飘飘的清水河边 河边一条宽敞的关道 关道两边栽满了各种清脆植物 微风吹来 的确是让人心旷神疑 宽敞的清水河上 一些画坊不断穿梭来去 各种各样的谜谜之音传了上来 显得格外闲情 你竟然住在这个地方 宁城惊叹地看着河边 犹如别墅一般的商楼和住家 心里有些怀疑 小叫花是不是那种玩穷人的某二代 当然 小叫花得意地说了一声 然后麻溜地转入河边的一片杨柳林 迅速地钻了进去 宁城有些疑惑地 跟着小叫花钻进去 走过一段坐下水沟用的瓷馆后 来到了一个桥洞之下 到了这个地方 宁城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小叫花住在秦河边了 这家伙压根就是住桥洞的 怎么样 大哥这个地方不错吧 风景一流 还可以感受秦河的威风 唯一的缺点就是 冬天太冷了些 小叫花得意地钻到了一堆破被子上坐了下来 宁城摇了摇头 这哪里是冬天太冷 这个地方住着冬天不死人 已算是大气韵了 大哥你休闲 我去帮你弄吃的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 不过一些普通东西 我还是能弄到的 小叫花说完 也不等宁城说话 就再次钻了出去 宁城没有离小叫花 他在小叫花的破被子边 找到一把窝口的菜刀 将自己拿回来的树枝斩断 凭着感觉将断腿接上 这才用两根树枝固定绑了起来 做完这些 宁城心里也是叹息不已 自己好歹 也是一个混元中期的圣地 甚至还拥有造化宝物 现在竟然要用两根树枝 来固定自己的断腿 实在没有比这更加讽刺的了 这还要感谢勇望深渊的那个元神 如果不是那一枚菩提子 被那府衣轰中 他恐怕真的只能和无形道军一般 等死而已 那符文杀意实在是太可怕 宁城再次想到 那一道符文杀意 心里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造化大战中 造化不灭腐破碎了 碎裂的原因康秀山说过 那就是造化不灭腐的主人性情刚烈直接 不死不退 结果生孕 造化不灭腐 因为和其主人性格一样刚烈 主人生孕之后 主动碎裂成为亿万碎片 洒在宇宙虚空之中 若康秀山说的是真的 那这样一个刚烈不死不退的人 岂会在加量海边缘 布置下那种阴险的不灭腐文杀意 更何况 造化大战之后 不灭腐都已经碎裂了 唯一的可能只有一个 那就有人利用造化不灭腐留下的腐文杀意 将进入加量山的人斩尽杀绝 能做到这一点的 绝对也是一个无上强者 说不定同样是拥有造化宝物的强者 一个如此强大的家伙 要布置这样的杀手干什么 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在加量山中有绝顶宝物 而那个强者 知道他暂时又无法来到加量山带走宝物 所以就让所有进入加量山深处的人全部陨落 必定是这样 宁城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 小贱人找死 一声怒吓传来 宁城从回想中醒过神来 目光转向了怒吓的地方 随即他就看见核心一个漂亮的画坊中 一名脸色有些不健康白色的男子 手里拎着一名衣衫不整的女子 正站在画坊的船头 贱人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本主怜香惜玉 只要你伺候好了 留你一命也是等闲而已 男子在骂了一句后 火气似乎小了一些 但是他拎着女子的手并没有放下 女子尽管被男子拎着手中 却一言不发 站在画坊左右的男女 也都是没有一个敢说话 还没等宁城感叹 风月这碗饭也不好吃 那男子就仰手将女子丢下了河中 语气冰寒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去喂鱼吧 扑通一声 这女子在河面上留下一些涟漪 很快就沉默了下去 画坊中没有一个人赶出来相救 不但如此 画坊还很快远去 宁城摇了摇头 这里不是修真的地方 可是弱弱强识的程度 比修真的地方还要可怕 竟然没有一点律法 保护一个无辜的人命 普通人活在这种地方 就是一种悲哀 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和恩怨瓜葛的情况下 见死不救宁城 还真的做不出来 他毫不犹豫地 从桥洞下钻进河中 以他对水的理解 短短时间就找到了 那名沉入水中的女子 宁城抓住这女子 再次带回桥洞的时候 才看见这女子身上 绑了一个巨大的铁块 第1282章 迷失兄妹 这女子落水时间本来就不长 宁城将她身上的铁块取下 用手在其腹部随便按了几下 几口河水吐出 女子就睁开了眼睛 啊 看见宁城她惊叫了一声 随即就紧闭了嘴唇 你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自己回去好了 宁城将移动了的树枝 重新绑了一下 靠在小叫花的破被子上说道 这女子虽然被人从画坊丢到秦河中 她显然不是风月中人 宁城一看她的手掌 就知道 尽管她长得很是清秀 她的手掌粗糙 应该是一个做粗活的人 风月中人 可没有这种粗糙的手掌 正因为如此 宁城才叫她回家 至于别的 她现在也帮不到 她自己现在怎么办 还没有想好呢 出乎宁城预料的是 这女子没有第一时间感谢宁城 反而问道 这里是秦河王的住处 秦河王 宁城疑惑地问道 这是小叫花的住处啊 怎么是秦河王 小叫花嘿嘿的声音传来 大哥 我就是秦河王啊 我住在秦河之上 日夜看守整个秦河 不就是秦河王吗 说话间 小叫花已经迅速窜了上来 在她的手中 还抓着两个有些热气的包子 大哥 给你 这是我弄来的 将粘了手印的两个包子 塞到宁城手中 小叫花舔了一下嘴唇 这才将目光落在那女子身上 她并不奇怪 这里有落水女人 她自己 就曾经拉起来过好几个 所以 看见这浑身湿淋淋的女子 也并没有询问 宁城这女子 是怎么来的 根本不用问 她也知道 是宁城从秦河里面就上来的 咦 你是 小叫花认出了这个浑身湿淋淋的女子 是谁 惊疑地说道 女子微微一笑 似乎刚才并不是她 被人丢进水中 对小叫花点点头 这才站起来对宁城躬身失礼 文英多谢大哥相救之恩 举手之劳 宁城摆了摆手 小叫花 你认识她 当然 她就过我一次 我每次从纪伯那里偷包子 都是无往不利 只有一次我太不小心 被纪伯看见 文英姐拿出了一个铜板 说 那是她买的 大哥 纪伯虽然粗心 但是长得极为强壮 万一被她抓到我一直偷她的包子 我死定了 小叫花还心有余悸 你说你经常去偷纪伯的包子 而且还没有被发现过 宁城疑惑地问道 小叫花一挺凶 那是当然 我是什么人 秦和王啊 出手可敏捷着 宁城失去了修为 其实并没有感觉到饿 他将包子递给小叫花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不过 我建议你下次 去感谢一下纪伯 小家伙本来还想推辞一下包子 在听到宁城的话后 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要我去感谢纪伯 那纪伯岂不是知道 我偷他的包子 宁城冷笑道 你以为你偷人家的包子 人家不知道 就算一次不知道 第二第三次 人家也知道了 就你这个小兽身板 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 偷人家的包子 啊 小叫花顿时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偷纪伯的包子 纪伯早就知道 如果这样的话 他哪里还有脸去见纪伯 宁城看见小叫花这种表情 脸色一沉 他想起了三国时代的曹操 曹操与成功 因躲避官府追击逃到吕伯舍家 吕伯舍为了款待两人 特意出去买酒 他的家人则是杀猪接风 不料磨刀声惊醒曹操 曹操多疑 以为要杀他 因此杀掉吕的家人 在曹操逃出的路上 遇到吕伯舍买酒归来 虽然他倍感懊悔 但又怕吕伯舍回去看到 家人惨死 然后报复他 所以又把吕伯舍也杀了 那个时候 曹操也许不是怕报复 而是怕面对这种难以偿还的东西 让他心里不安 当然 这也许是作者编出来的 不说杀猪款待有些离谱 猪肉在汉朝 也不是什么款待人的高贵东西 更何况 杀猪时的猪叫声会让邻居知道 而当时曹操还在逃难中 宁城是不希望小叫花逃避恩情 小叫花秉信还是很善良的 其实善恶只有一念之间 如果小叫花逃避了这次的恩情 将来性格也许会扭曲发展 他奉行的原则 一直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连恩都不敢面对 和畜生有何分别 文英忽然说道 几个包子而已 也许季伯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呢 宁城微微一皱眉 正想说话 忽然看见一声凄厉的叫声传来 跟着一名健壮的青年冲向了秦河 只是那青年还没有冲到秦河边 就被人一刀劈在了后背 当场倒在了地上 哥 文英看见这一幕 顿时牙字欲裂 惨呼一声 就要冲过去 只是他站起来的太急 而桥洞又矮 顿时被撞晕了过去 纪伯 小叫花惊颤地叫道 他就是纪伯 宁城看着背后流血 倒在地上的青年 自语了一声 随即他有看了看晕过去的文英 完全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大哥 我们赶紧救救他 小叫花也焦急起来 浑身是血的纪伯 已经被人拖着 往秦河边走来 宁城叹了口气 就算是他再想救纪伯 现在也不能出去 这个时候出去 等于送死 这个地方 有纪伯和文英这种善良的人 也同样有穷凶极恶的人 你水性怎么样 臂气如何 宁城看着小叫花问道 小叫花又是一拍胸脯 我可是秦河王 就算是在秦河抓餐鱼 我也没有问题 在水底 我可以潜好长时间 那就行 你马上就潜到纪伯将要落水的地方 然后将它拖下水底 第一时间就在他这个地方拍一拳 带到这里来 宁城一边说 一边教小叫花如何打晕纪伯 这一拳不但可以打晕纪伯 还让纪伯背后的流血 暂时止住 小叫花立即说道 我知道了 等会你拖纪伯起来啊 我可没有办法将它弄到桥洞上来 正如宁城预料的一样 小叫花潜水过去没多久 浑身鲜血的纪伯就被人丢进水中 小叫花的领悟能力倒也不错 很是轻松的 就将纪伯拖进水中 一拳打晕纪伯 拉着纪伯从河底潜了回来 几名将纪伯丢进秦河的男子 看见纪伯沉下去 只是泛起一些血水 都是哈哈一笑 连看都懒得看转身就走 他们肯定不会有人敢去救人 千行少主丢进河中的人 谁敢救 除非活腻了 文英已经醒了过来 他略意迟钝 就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顿时又欺切地要冲出去 凝成一拍他的肩膀 你不想活了 现在出去 大家都是一个死子 文英立即就明白了凝成话的意思 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哭泣起来 桥洞下泛起几道水泡 凝成知道小叫花游回来了 看样子 这小叫花还真的没有吹牛 水性不是盖的 就算是他不腿疼 现在过去将纪伯带回来 也不过这样速度 凝成在桥洞边 伸手将纪伯拉到了桥洞之中 小叫花也轻松地从边缘爬了上来 哥 文英看见被凝成拉起来的纪伯 惊喜地扑了过去 凝成在纪伯身上拍了几下 纪伯醒了过来 他背后的刀伤看起来可怖 事实上并不是多么严重 劈刀的不算是什么高手 纪伯正往前跑 加上衣服又挡住了部分伤害 也没有伤及筋骨 文英 你没事 纪伯完全忘记了所处之地 两人抱着喜极而涕 大哥 我水性不错吧 小叫花得意洋洋地抓起之前 他放下来的包子 一口咬了下去 凝成点了点头 的确不错 纪伯和文英两人 这才想起了凝成和小叫花 两人赶紧过来感谢 兄妹两人都不是善于言表的人 说了半天 凝成才知道 纪伯原名叫弥纪伯 被凝成救了的女子 叫弥文英 小叫花很是臭屁 学着凝成一摆手 这都是小事 顺手而为罢了 我吃了纪伯哥很多包子 你也一次都没有说过 今天就你太应该了 纪伯张张口 好一会才说道 我知道你在偷我的包子 你也早就清楚 小叫花脸一红 顿时有些口结 凝成看着纪伯问道 是谁将你妹妹在秦河 被人丢下水的事情告诉你的 是班兄弟 他和我是邻居 如果不是班兄弟 告诉我 凝成打断了纪伯的话 你那个班兄弟 为什么要害你 害我 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文英 被带走送给了千行少主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纪伯长得很结实 只是脑袋实在有些不灵光 小叫花呸了一声 纪伯 我大哥的意思就是 将这件事告诉你 你根本就就不回你妹妹 而是还送死的 你看 如果不是我们在这里 你早就死了 这叫什么 对了 借刀杀人 迷文英也明白过来 哥 班博是真的要害我们 纪伯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顿时咬牙骂道 这畜生竟然敢害我 文英被人带走 说不定也是这畜生做的 我不杀了这个畜生 第1283章 准备就绪 这次不用宁城动手 迷文英已经拉住了计坡 哥 不要说报仇的事情了 就算是我们安全 现在住的地方 也不能回去 否则不但我们要死 还要连累秦和王 和这个大哥 小叫花也想起了善后的事情 顿时皱起了眉头 救人容易 可是以后四个人 在这桥洞怎么过 而且人多了 肯定会被发现的 变迁行将你带走 是不是斑驳干的 这个时候 迷纪伯已是冷静了下来 迷文英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他告诉我 辩府中需要几个厨娘 价格给得很高 我就去看了看 可是 迷纪伯终究不是本人 他冷静下来后 就觉察到了其中的漏洞 妹妹文英 虽然长得还算是漂亮 可是变迁行是什么人 辩府中比妹妹文英漂亮的女子 不知道有多少 那变迁行 怎么可能将她妹妹带走 是那个斑驳告诉变迁行 说我是妄体 只要自愿跟了变迁行 后面的话不用迷文英说出来 大家也都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迷纪伯完全明白了过来 也知道斑驳为什么要害他兄妹 当初他拒绝将院子卖给斑驳 斑驳也是笑着说 没有关系 没想到 这人竟然背后放箭 如果不是这个大哥 还有小教花救命 他兄妹二人 想到这里 迷纪伯再次对宁成感谢道 大哥救命之恩 我兄妹永生不忘 宁成笑道 以后叫我宁成就好 对了 那变迁行是谁 小教花已经将两个包子全部干掉 宁成一问话 他就赶紧说道 变迁行就是著名圣庙掌教其中一个小妾的弟弟 他在将沙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人敢说半句话 就连将沙城的城主 也不敢说他什么 说完小教花出主意道 大哥 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晚上偷偷地溜出江沙城 再江沙城外面 还有一个崖山 崖山无边无际 我们躲在那里面 肯定没有人知道 迷文英小心地说道 可是那些本事很强的武者 进入崖山后 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出来 听说那里有很多野蛮的凶兽 宁成止住了要开口的迷迹博说道 我现在教给你们一套修炼功法 你们马上修炼试试看 能不能感应到天地间的灵气 如果感应不到 你们三人先离开江沙城再说 大哥 那你呢 小教花连忙问道 在知道宁成敢混进住命信徒当中后 宁成就是他心中的神 他只要将宁成这种本事学会 将沙城哪里去不得 我还不能走 宁成望着江沙城中心的方向 缓缓说道 他就算是修为全师 只要等腿伤好了后 要干掉那个狗屁长教 也是轻而易举 没有修为 有没有修为的办法 他还有正道本事在 他还有单道本事在 就算是让整个江沙城的人中毒 他也能做到 更何况只是干掉一个长教 见小教花还要问 宁成摆手说道 先修炼看看 你们三人一起修炼 此时宁成还没有办法测试三人的灵根 只能找出一个无属性的功法 让三人进行周天运转 仅仅一炷香时间 小教花就惊喜地叫道 大哥 我感觉到了 身体中就好像小虫子爬动一样 停下来 宁成心里惊喜不已 他没想到自己感受不到灵气 而小教花却感受到了灵气 而且修炼速度如此可怕 宁大哥 我也感受到了 不是和小虫子一般 是一股热气在体内流动 倪文英也说道 倪记博有些颓废地说道 我只感受到身体有些发热 别的都感受不到 宁成说道 这没有关系 说明你们三人都有灵根 等我们找到安稳的地方后 我想办法做一个测试阵盘 给你们测试一下灵根 还有小教花 下次修炼的时候 不允许突然惊叫 你现在还没有修为 一旦有修为了 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大哥我知道了 我这样修炼后 以后会不会也和 著名圣庙掌教一般厉害 小教花也冒惊心 宁成不屑说道 著名圣庙掌教算个屁 以你的资质 在我的调教下 不用一年 就可以轻松干掉 著名圣庙的掌教 不过这件事 宁成没有继续说下去 干掉著名圣庙掌教 岂能等到小教花学成来做 他会在这之前动手 如果那个清小姐 真的是于清 那肯定不是自愿 要做掌教夫人 而是因为 没有能力拒绝 于清在时光荒域的 深渊中已经无住过一次 他不会让于清 再无住第二次 等会天稍微黑一些 我们就出去 纪伯的伤 虽然没有及到筋骨 也不能拖下去 宁成决心一出去 就想办法制作各种阵盘 宁成知道这个时候 四个人出城很危险 也清楚留在这里面 更加危险 宁大哥 我在城中 其实还有一个住处 而且很隐秘 弥纪伯忽然说道 弥文音也想了起来 哥 你是说平爷爷的 不等弥文音将话全部说出来 弥纪伯就点点头 对 就是那里 那个地方很偏偏 只要不出来 就不会有人发现 也许是将沙城这个城市 太过暴力 一不小心 就会将小命丢掉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除了一些主街道 还在喧嚣之外 边缘的地方 早已寂静无人 宁成四人 在弥纪伯的带路之下 无惊无险地 绕过了秦河 几个小时后 四人来到了一处 并不算是 多荒凉的居住区 这里的住房 很是密集 因为前面的秦河 被一条条繁华街道拦住 这个地方 虽然不算是荒凉 也不繁华 算是将沙城的平民区 弥纪伯说的院子 的确很隐蔽 周围也有人家 却并没有门窗 对着这边 而且在院子的入口处 还有一个大山包 说是山包 其实就是垃圾堆放的地方 院子不大 包括厨房 一共有六个房间 虽然宁成没有觉得 他从来到这个地方后 就一直在奔波 连续两天一夜 也都没有睡觉 身体已经很是疲惫 简单教了迷纪伯疗伤的 一些修炼口诀后 宁成将房间的灰尘 清理了一下 立即休息 第二天一早起来 迷纬英就将这个小屋中的 一些值钱东西找出来 让小教花拿出去卖掉 换回来的是一堆 制作阵盘的低级材料 几天时间过去 在宁成的治疗下 迷纪伯这点伤势早已康复 尽管没有精识 宁成依然用感应阵盘 测试出来了 迷纪伯是主土灵根 迷纬英是主精灵根 小教花正如她的水性一般 也是水灵根 其实 到了宁成这种地步 就算是有人没有灵根 宁成也有办法让他们修炼 三人都有灵根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将三不公法 悉数交给三人后 宁成开始制作阵盘和阵棋 时间渐渐地流走 除了小教花偶尔出去寻些吃的回来 三人都是疯狂地在修炼当中 又是大半个月时间过去 宁成的腿伤完全康复 借助厨房的火炉 她也炼制了一堆阵棋和十几个阵盘 包括困纱阵盘 隐匿阵盘 顿阵 这些阵盘无法用金石驱动 却可以自行吸收天地灵气驱动 在宁成看来 用这些阵盘对付一个没有修炼过的长教 那是足够了 如果不是她没有修为 感应不到灵气 她只要炼制一些俘虏 就可以解决问题 大哥 你要出去 这天小教花正购买食物回来 看见宁成的样子连忙问道 宁成拍了拍小教花的脑袋 你修炼的时间最短 三人中你的修为是最高 聚气三层了 可见将来你会有一番作为 我今天出去有些事情 如果我没有办法回来 将来你帮我将这枚戒指 和这本薄册送给于家的清小姐 这枚戒指是宁成当初准备的 没想到她根本就打不开 至于那一本薄册 是她留给于清的修炼功法 等于清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后 自然会打开戒指 大哥 小教花见宁成脸色慎重 有些惊慌地问道 宁成笑了笑 你不用担心我 我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 她必须要先去于家确认一下 那个清小姐是不是于清 然后才会去找那个长教 如果那个清小姐 仅仅是名字上的巧合 根本不是于清 她会等小教花三人修为有成后 去灭掉那个著名圣庙 小教花张张嘴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之前她的日子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哪里 才可以吃到好吃的 在跟随了宁成后 每天修炼 追求更高的境界和力量 才让她感觉到 精神上的充实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总不是小教花 或者是秦和王吧 宁成拍了拍小教花的肩膀 随意地问道 我没有名字 要不我也跟大哥姓好了 小教花心里非常不舍宁成离去 哪怕宁成说过她 也许很快就回来 也行 你以后就叫宁秦和王 宁成说完呵呵一笑 也不管这个名字多古怪 转身就出了小院 好 我以后就叫宁秦和王 小教花看着宁成的背影 喃喃自语说道 她发誓 一定不让大哥失望 第1284章 再相见 将沙城的势力很是复杂 无论多复杂 能再将沙城立足的 都不简单 瑜伽再将沙城存在数百年之久 无论是生意还是实力 再将沙城都可以进入前十之链 就从瑜伽占地面积庞大 位置接近城中心的院落 就可以看出 瑜伽再将沙城的地位 按理说瑜伽这种大家族 再将沙城应该是过得春风得意 事实上 宁成来到瑜伽门口后 却感觉瑜伽的气氛并不高 甚至显得有些低落 宏伟庞大的大门楼顶上 雕刻着两个波及大小的飞舞大字 于府 宁成一来到瑜伽的门口 就被两人挡住 宁成抱拳说道 两位朋友 我应清小姐的邀请 特意前来 原本两人仅仅是挡住宁成而已 在听到宁成的话后 两人顿时睁大了眼睛瞪着宁成 清小姐邀请 从他们在瑜伽做守卫以来 还从未听说过 清小姐邀请过男子来 不要说邀请男子 就算是女子清小姐 也从未邀请过 此人说谎 简直太不要脸了 让开 否则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其中一名守卫呵斥了一声 同时亮了一下手中的长刀 宁成淡定地说道 我走可以 如果你们耽搁了我报信的事情 你们担当得起吗 就算是清小姐不会责怪你们 大人要是知道 宁说到这里 特意地停了下来 对着圣庙的方向拱了拱手 他知道大半月前 这里举办了几天的研习 举办研习的原因 宁成也清楚 他就是要通过这种 模棱两可的话 让这两人害怕 果然 宁成的话说出来 这两名守卫对视了一眼 在看向宁成的时候 眼里已经多了一些不自在 你说 你要见清小姐 有什么凭证 之前让宁成让开的那名守卫 再次问道 语气弱了很多 宁成背着手 依然平静地说道 你只要告诉清小姐 在暮光之海穿过黄昏 就是晨曦的约定就可以了 如果清小姐真的是于清轮回 以她当时的修为 也许会有这些警务的印象 如果实在是没有印象不见她 那也没有关系 宁成相信她可以躲着进入渔府 找到那个清小姐 好 你等着 宁成说得如此真实 尽管那守卫不明白 宁成说的是什么意思 还是妥协地对宁成说道 看见那名守卫转身进去 宁成又在后面叮嘱了一句 记住这是清小姐的事情 宁成担心的是 这守卫先去报告于家的家主 或者是别人什么的 其实她还真的多心了 这些守卫 自然不敢越过清小姐去报告家主 如果这点事情 也要报告家主 他们早就在这个位置待不下去了 渔府里面极为宽阔 除了正中间的一条宽阔大道之外 左右两边 还有一些稍微窄一些的十字路 那守卫从右边进去 转过几道河塘上的曲折走廊后 这才停在了一间精致的小楼之前 宁成说道 清小姐 外面有一年轻男子说 应你邀请 特意前来 小楼二楼阁楼窗口边正 站着一名身穿轻衣 手拿欲销的少女 在听了这个守卫的话后 顿时皱眉 应她邀请 她什么时候 邀请男子来她住的地方了 如果说有人冒充 谁敢冒充这件事 要没有圣庙长教来瑜伽提亲的事情 冒充这件事 还有可能 但经历了圣庙长教提亲的事情后 还有谁敢冒充这件事来践踏 这可是丢到小命的事情 如果是人一来 绝对不会通过这种办法 楼下的守卫低头不敢吭声 在没有得到清小姐的答复之前 她是不敢擅自离开的 轻衣女子思索良久 正想说没有这回事 就听见那等候良久的守卫再次说道 那人还说 是在暮光之海穿过黄昏 就是晨曦的约定 什么 叮当 跟着一声惊呼 她手中的玉霄跌落在地 站在楼下的守卫 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更是不敢说话 她心里已是相信凝成的话了 但她并没有半点高兴 从清小姐的反应 她就看出来了 凝成不是那位派来的 那位派来的人 绝对不会让清小姐如此势态 一旦这件事传出去 恐怕大大不妙 就在守卫还在转着自己的念头之时 楼上颤抖的声音传来 快 赶紧带她进来 记住不要让别人看见 是 小姐 这守卫还是恭敬地回答道 清小姐就是她心里的神 就算是为了清小姐粉身碎骨 又怎么样 更不要说 只是带一个人进来 二楼窗户的清衣女子 看着守卫远去的背影 紧抿着嘴唇 她的手依然有些颤抖 从她既是以来 就一直做着一个古怪的梦 她和一个男子 在一片目光中不断奔行 那目光就好像没有尽头一般 后来那男子背着她冲出了目光 看见了黄昏 然后他们又冲出了黄昏 在转头的时候 已经是晨曦遍布 就在她看那漂亮的晨曦之时 那男子忽然丢开她 独自进入了一片冰淋 她赶紧追过去 想要追上那男子 却发现她落进了冰窟之中 在后面的记忆就模糊起来 再也没有了半点印象 她一直不明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 今天竟然有人来说 是和她在目光之海的约定 在那守卫走了后 她依然在捂着自己的脑袋 想要弄清楚 现在是不是还在做梦 很快她就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那守卫再次来到了小楼之下 恭敬地说道 清小姐 我将她带来了 我要在这里等候吗 轻衣女子颤生说道 谢谢你 不用你等候了 让她上来 你先走吧 是 守卫攻身应道后 这才对站在一边的凝成说道 你请上去吧 清小姐的身份很高贵 你不要冒犯了她 尽管知道 这话不是自己说的 这守卫依然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谢谢 凝成感谢了一句 台步迈入了小楼的台阶 她心里也有些激动 因为楼上说话的声音 和于清有九分相似 凝成走到二楼的门口 门已经打开 一个身穿轻衣的长发女子 站在房间中 正激动地看着她 那眼神中的激动 不是爱慕 也不是久别 而是一种探求之道的激动 凝成正正地看着眼前的轻衣女子 两翁轻拳一般的双眸 配合一张绝世清澄的脸 还有那脱俗出城的气息 不是于清又是何人 于清 真的是你 凝成走进房间激动地说了一句 忘记了于清是轮回而来 轻衣女子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凝成身后 将房门关上 这才看了凝成好一会才说到 可是我好像从未见过你啊 凝成吸了口气 她知道于清既然叫她来到这里 肯定有原因 于清不认识她很正常 她的容貌 于清从未见到过 你记得暮光之海 记得晨曦黄昏 记得冰临之地 还有你叫于清吗 凝成一口气询问了几个问题 于清点了点头 是的 我经常在梦中看见这些场景 可是这些地方我从未去过 正因为这样 我才让你上来 我叫于清的事情 于府的人都知道啊 凝成也平静了下来 她知道 对于清这样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来说 她说的话可能有些离谱 甚至不可思议 但是她必须要说 她不说的话 就没有办法解释那些事情 坐下来说吧 我想要知道什么是暮光之海 还有晨曦黄昏 于清也平复了心中的激动 请凝成坐了下来 凝成坐下后 整理了一下思绪问道 你相信有轮回吗 于清犹豫了一下 我不知道 我想轮回应该是有的吧 凝成肯定地说道 我的名字叫凝成 等我说完后 也许你会有些印象 轮回不但有 而且就在我们的面前 于清 在上一世 我们曾经一起去过一个 叫时光荒域的地方 在时光荒域中 有一个很危险的禁地 叫暮光之海 那个时候 我易容成了一个 满脸胡须的流浪男子 你找到我 我想起来了 对 就是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 梦中是他辈 难怪我总觉得 你有那么一点点熟悉 我们前世真的认识 于清的语气也激动起来 这种事情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凝成知道 那就说明 凝成说的是真的 凝成见于清 对这件事有印象 心里更是松了口气 将他和于清相识的过程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就连十面兵闭 还有于清留下的紫色玉符 甚至那青色衣裙 都说出来了 等凝成说完 于清满脸震惊地看着凝成 显然凝成说的话 太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 不是他不愿意相信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 最初的时候 他还是相信的 凝成越说到后面 他越觉得有问题 人会飞 还可以施展各种天地神通 跨越浩瀚星空 一拳轰碎星球 撕裂界域 甚至能活无数万年 还可以轮回众生 这怎么可能 凝成说的 如果只是 他能记起来的那些 也许他还真的有些相信 可是凝成越说越多 让他彻底地开始怀疑 倒是还有一种可能 他知道 有一种置换的药 这种药可以让人在梦中 梦见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在 这些事情 甚至是可以被控制的 难道自己被人用过 这置换中药 第1285章 动手 这也不是不可能 对自己的容貌于清 很是清楚 他之所以不敢出去 就是怕引起各种不安 事实上 哪怕他没有出去 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甚至著名圣庙的长教 也找到瑜伽来了 一想到那个长教 于清心里就是一片冰凉 生起一种绝望 这么说来 你也是轮回过来的 然后你来找我 瑜伽的语气 有些冷了起来 凝成摇了摇头 我不算是轮回 我的大道修炼到了一个极致 道心出现了一道痕迹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你 瑜伽语气更是平淡起来 主动打断了凝成的话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是你的痕迹 然后你来寻找我这个痕迹 弥补你的大道 等你的大道弥补之后 就带着我双速双飞了 对吗 凝成听出来了 瑜伽语气中淡淡的讥讽 也只能点点头 是的 你就是我的大道痕迹 如果不是为了我 你不会在那冰晶森林中 留下十面冰壁 不会陨落在里面 那生命的冰阶 我永远记得 那十面冰壁 还有那个冰晶峡谷 已经被我收进了我的世界 也许在我看完十面冰壁 然后抱起你 你念话后 我的大道痕迹就存在 至于你后面说的 倒不是 那你已经看见我了 你的大道痕迹修复了吗 如果修复了 请走吧 于青语气中 失去了之前的激动 变得平淡起来 凝成坐着没有动 他心里有些焦急 不知道应该如何 才能让于青相信 他说的这些话 于青不信他 他也绝对很正常 如果在地球上 他对人说这些话 那人一定会盯着他问 你玄幻小说看多了吧 如果你再不走 我就要叫人了 你知道 你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许会害了我整个于家吗 于青的声音 终于有些冷了 凝成叹了口气 站了起来 在他站起来后 他忽然明悟了过来 于青是他的道痕 他只是寻找到于青 然后帮他 为什么一定要于青相信他的话 如果于青能够走上修炼意图 将来他终究可以明白他的话 于青为他付出了生命 因为目光之海 于青将他的身影 刻画在了记忆深处 但那些都是前世的于青 不是现在的于青 前世的于青 对他的那种 也许是刻骨铭心的爱和牵挂 这一世的于青 有自己的世界 他无法将他的那些东西 强加到于青的身上 想明白这些 宁成心里 豁然明悟过来 他要的 不是于青 一定要相信他 跟他一起走 而是为于青 扫平那些路上的荆棘 和蓝鹿楼椅 让于青再也不会和上一世那样 孤独地在冰窟中逝去 我走了 将来有一个叫宁青和王的人 将一枚戒指 和一本功法送给你 如果你喜欢 就按照上面修炼 如果不喜欢 就作为一个纪念 然后告诉他 你的话就是我的话 说完这句话 宁成没有等于青再催促 主动走出了阁楼 再将沙城 就算是于青不修炼 等他将助命圣庙灭掉 有小教花和迷失兄妹照顾 于青也不会吃亏 至于那枚戒指 等于青修炼到原魂之后 自然能打开 于青上一世 可是达到巨星境高手 就算是仅仅凭借天地灵气 也应该可以修炼到原魂 只要修炼到了原魂 打开戒指 里面有各种各样 他需要的修炼资源 至于小教花 宁成相信他不会去动于青的戒指 他给小教花的功法 没有任何问题 只有一个禁止不能去打开 那就是他留给于青的戒指 如果真的有一天 小教花打开于青的戒指 那一天 就是小教花修为皆废的日子 再相信小教花 宁成 也只是和小教花在一起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而已 他见过太多性格大变的人了 小教花的性格会不会变 他也不知道 若是那一天 他还没有陨落 他自会感应到这些 如果他陨落了 别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也没有什么得失的分别 现在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将住命圣庙的掌教干掉 住命圣庙的掌教干掉后 住命教徒将会四分五裂 宁成就不相信将沙城中 没有人趁机落井下石 等将沙城完全平静下来 估计也要个一年多时间 一年多时间 小教花的实力 估计也可以 在将沙城中立足了吧 将沙城最大 气势最磅礴的地方 不是城主府 也不是别的任何一个商会 而是一座庙 住命圣庙 听说当初建造住命圣庙的时候 一道祥和的云彩 在虚空中漂浮 云彩中还有一种 让人虔诚膜拜的吟唱之声 除此之外 很多人还看见 云彩中间有四个金色的大字 住命帝君 后来 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混混 就在这里筹集钱财建立庙宇 没想到将沙城中众多人响应 小混混很快就筹集到了第一笔钱财 很多人都以为 小混混会将这些钱财 拿去自己享受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真的开始建庙 大家都认为此人很是仁义 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仁义 在众多人的响应下 庙宇很快就建立起来 就叫着住命圣庙 将沙城的信徒疯狂地增加 这直接威胁到了 将沙城的城主地位 城主立即找借口 要将这庙宇拆掉 没想到的是 城主刚刚开始拆庙宇 就被住命圣庙上空的闪电击中 当场隐秘 因为这件事 住命圣庙更是旺盛 短短的百年不到 就成了将沙城弃势最宏伟的地方 而住命圣庙的信徒 也成了无人敢惹的存在 新任城主 自然是不会对住命圣庙动作 只是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国君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见有人来对住命圣庙动什么 将沙城的城主 就算是再白痴 也不敢继续妄动了 掌教人亦活了一百多岁 不但不见多衰老 反而更显得精神抖擞 住命圣庙再成了 将沙城的第一势力 无人敢惹的存在后 圣庙信徒教众 愈发显得嚣张跋扈 任何人 只要敢得罪住命圣庙的信徒 或者是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第二天 失衡接头很是正常 住命圣庙的掌教 更是拥有众多的妻妾 同时住命圣庙的掌教 每一年都会做十二次祭祀 这十二次祭祀 有十次是在城外做 有两次是在住命圣庙前的 大广场上做 每次祭祀 都会焚烧一名少女 同时 整个住命圣庙的信徒 跪下祈祷 宁城来到住命圣庙的外围时 立即就知道了 他猜测的没错 住命圣庙 就是一个兰城院族出来的弟子 这人地位应该还不低 否则不会有夙愿之命这种功法 住命帝君 显然是因为这个功法而出来的 在住命圣庙的外围 宁城感受到的气息 就和当初他去兰城院族 感受到的院里气息一模一样 只是这种气息 比兰城院族的气息 要弱了很多 宁城在住命圣庙的外围 就能听见妙中不断传出各种各样的秘密之音 对这个宁城并没有觉得意外 兰城院族修炼的功法早已走偏 不算是真正的命运神通 对他们来说 只要得到信徒的院里 增强自己的实力就行了 别的都是次要的 这种洁净修炼办法 有太多的隐患 让宁城可惜的是 他现在实力全尸 还无法抓出隐秘在这里 借用院里增强实力的那个原魂 宁城并没有着急 他带的阵旗和阵盘都是普通的东西 如果不联合起来 他根本就无法发挥作用 不但如此 在他将这些东西完整地联合起来后 还要布置一个聚灵阵 宁城很有耐心 他躲在外围一枚一枚阵旗的布置 阵盘也是小心地一个一个放下 一夜过去 宁城只是布置了三分之一都不到 白天不断有信徒过来祈祷 留下一些钱币 宁城依然是小心地 在著名圣庙外围布置着自己的阵旗 整整三天三夜时间过去 宁城才彻底地将他的困杀阵布置完毕 他的困杀阵有十多个阵盘 和一堆阵旗联合在一起 只要等他祭出聚灵阵的启动阵旗 和困杀阵的启动阵旗 然后控制住大阵 大阵中的人绝对跑不掉 宁城并没有急着动手 至少在他没有看见仁义之前 他不会动手 他来这里的主要目标就是干掉仁义 只要干掉了仁义 将杀成肯定有人会跟在后面对这里动手 宁城并没有等多久 在第四天中午的时候 他看见了仁义 仁义很好辨认 头上扎着一根蓝色的绸带 留着短发 想不认出他来都很难 在一星大陆的时候 宁城也接触过一段时间舞蹈 他一看见仁义 就知道仁义的实力 已相当于一个宁真境巅峰强者了 仁义的身边还有十多人 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精气神外仪 显得强横无比 宁城心里大喜 看样子这些家伙 都是仁义身边的得力帮手 这一次 他不但可以直接干掉仁义 还可以干掉著名圣庙一帮子强者 等这些人被他干掉 便迁航这种仗势的二伙 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杀掉 根本就不用他反身 仁义走到广场中间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目光落在了宁城藏身的地方 宁城再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藏身而起 手中的树梅阵齐 同时落在了固定的方位上 第1286章 院族残魂 还没等仁义几人过来 天地间的灵气 突兀就会聚了过来 随即整个空间 都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 哪怕宁城现在实力全失 但是他的阵道水平在这里 就算是用一些枯枝 布置一个困阵 也可以轻松困住一个 聚气镜的强者 更不要说 他花费了如此大的精力 前来布阵 尽管对小叫花 说他可能回不去 事实上宁城很清楚 如果任意的实力 真的不到悬夜镜 他的困杀阵很轻松的 就可以干掉对方 除非万一的情况发生 事实上在没有修真者的地方 万一的情况很难发生 有人偷袭 仁义撕裂的声音传出 随即他就看见了 无数的锋刃扫了过来 哪怕他极力避让 也在短短时间内 被锋刃划破了几道血口 他身边一名实力 稍微弱一些的跟班 一不小心 被锋刃划破了脖子 直接倒地隐秘 听到仁义撕裂的惨叫 庙中瞬间奔出 数百拿着冰刃的打手 他们出来是想要帮忙的 可是他们来到广场后 才知道根本就找不到对手 宁城布置的阵法 他们连看都看不到 更不要说句破阵了 仅仅十多个呼吸时间 这些冲到广场上来的打手 进阶被宁城 卷入了困杀阵之间 仁义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 他知道自己遇见强者了 赶紧极力叫道 是哪一方豪杰过来 我仁某有怠慢之处 尽管吩咐 仁某必定极尽全力 做到让朋友满意 宁城的身形 在困杀阵中显露出来 他看着远处躲避锋刃的人义 和众多打手 语气平静地说道 你瞎了眼 竟然敢强行去向于清提亲 你一头猪也配 仁义终于明白了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他心里大悔 不是后悔向强行 要让于清嫁给他 而是后悔在准备 迎娶于清之前 他竟然没有去调查 一下于清背后的实力 如果让他这次逃出去 他必定将于家 所有的人都焚烧殆尽 那于清 更是要让他受尽折磨 朋友 这件事的确是 仁某瞎了眼 还请朋友高抬贵手 撤去这个杀阵 仁义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道锋刃 直接劈进了胸口 顿时一声惨叫 宁城淡淡地说道 你不错啊 还知道这是一个杀阵 好吧 我就高抬贵手 让你痛快一些 不等仁义高兴 宁城手中再次落下了 树莓震旗 原本还算是西书的锋刃 瞬间就密集起来 一阵阵惨乎传出 仅仅几分钟时间 广场上所有的人 都被锋刃斩杀一空 仁义摇摇晃晃 浑身血迹地指着宁城 立声说道 帝君不会放过你的 宁城微微一笑 你还是想办法去投胎吧 你们帝君的王上我也不怕 就别用什么帝君来吓我了 仁义牙自欲裂 口中喃喃有词 帝君在上 就弟子一命 弟子任意将贡献 将杀成瑜伽的最纯净的 愿力灵魂于清 一句话还没有祈祷完毕 任意就再也坚持不住 一道风韧划过他的脖子 直接将他的脑袋披落 跟着他人就倒在了地上 宁城收起镇旗 看着满地的尸体 心里很是平静 一个会员圣地 斩杀几个蝼蚁 也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对他来说 没什么值得自豪的 甚至有一种失败感 他转过身 慢慢地走出著名圣庙 他准备叮嘱小教花三人 好好修炼 照顾好于清 至于将杀成 他是不打算留了 留在这里 说不定会影响于清的心情 这个时候 他的修为尽失 至于于清在他身上 留下来的道痕 是不是还在 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要自己继续去寻找 回首菩提子 既然将他带到这里来 那就有原因 住命圣庙的掌教仁义 被他干掉 只要将杀成的城主 不是白痴 就知道怎么做 宁城在住命圣庙 斩杀掌教仁义 以及仁义身边的一群打手 花的时间并不多 更多的时间 是被他用来布置困杀阵了 此时 宁城走出住命圣庙 来到城中的时候 依然没有人知道 住命圣庙中发生的事情 就在宁城想要转入 小教花的住处时 忽然感受到一种 强大的神念力量卷了下来 他心里一惊 赶紧从背带中 取出树梅震气抓在手中 这个时候 他除了震道还能借用之外 完全没有别的办法 一团灰色的乌云 从他头顶掠过 一种极度不好的念头 突兀地涌现 宁城想起了 那个掌教仁义 临死前的祈祷 别人也许不会在意 但他见过蓝城院族的神秘 而且知道 蓝城院族的功法 极为了德 哪怕蓝城院族后来的弟子 修炼错了方向 也不会简单 如果留在江沙城的 那个蓝城院族 残魂真有几下子 说不定会记得 任意最后的那句话 想要抓住 纯净的院里灵魂晋级 宁城刚刚想到这里 就看见众多的人 奔向了祝命圣庙 他根本就不用问 也听见了人群中的话 祝命帝君显灵了 帝君先灵 要亲自祭祀 对啊 我也看见了 好像卷走的是 瑜伽的瑜伽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祝命帝君的 忠诚信徒 我每天都要来这里 后面的话 宁城根本就听不进去 更是冲向了祝命圣庙 宁城离开祝命圣庙 并没有多久 这短短的时间内 祝命圣庙前的广场 就围满了无数的人 尽管在路上嘈杂无比 但是来到这里后 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每一个人都震惊地 盯着广场中间 在那里有数百羽命的尸体 我明白了 帝君发怒了 有人在这里 杀了许多帝君的信徒 这是谁胆子真大 我看见了河里的尸体 他可是长教身边 最得力的人 竟然也被杀了 等长教回来 可了不得 你们别说话 小心帝君发怒 啊 我看见了人长教的头颅 尽管有人说不能乱说话 还是有人尖叫出声 此时不但整个 将杀成的势力 全部来到了这里 就算是城主 也来到了这里 将杀成的城主 第一时间就看见了 仁义的尸体和头颅 他心里大喜 祝命圣庙一下 死了这么多强者 他可以轻松灭掉这个势力 将杀成被这个长教 弄得乌烟瘴气 早已没有了任何公道 只要他将杀成的 这个势力铲除 他必定会受到 国君的重视 但是周围的议论 还有被灰云卷来的于清 都让他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 彻底地清醒了过来 仁义死了 还有帝君在 祝命圣庙之所以存在 不是因为任意 而是因为 有一个帝君 明明没有一个人动手 于清偏偏被一道道 无形的绳索 绑在了祝命圣庙 最中间的祭祀园柱上 广场中间和周围 都是安静无比 此时就算是议论 也消失不见了 一些信徒 甚至跪在了地上 不断地叩拜 宁城挤在最前面 焦急无比 他知道自己的困杀阵 对付仁义还可以 对付这个残魂 一般存在的祝愿帝君 那是没有半点希望 那种被道运捆绑起来的绳索 他也解不开 就在此时 一些信徒忽然叫道 我们赶紧去班柴来 为帝君祭祀 仁义长教 肯定是没有及时祭祀 这才惹帝君生怒 有了这个信徒的教唤 果然一些信徒 纷纷去寻找甘柴 人多果然是力量大 短短时间 于清脚下就布满了甘柴 宁城又急又怒 这些信徒 根本就是凡人一个 解释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就算是阻止 那个帝君残魂 也会卷来一堆甘柴 帝君在上 我们将用我们最虔诚的祭拜 为帝君献上 最纯净的灵魂祭祀 那第一个交换的信徒 跪在地上 甚至取出了火折子 所有的人都知道 又一个任意即将出现 只要这火点着了 这个信徒将是下一个任意 宁城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哪怕他知道 他的困杀阵 不能杀光这里无数的信徒 他也要动手 几枚镇旗 被他无声无息地丢了下去 天空忽然灰蒙起来 十多道锋刃 迅疾无比地扫了过来 将跪在地上 准备点火的十多名信徒 直接斩杀 如此一幕出现 众人吓得连忙后退 再也没有人敢上前点火 轰轰的雷鸣之音 在空中响起 一道道微弱的火光 也出现在于青的上方 宁城知道 不能再等下去了 兰城院族的这个残魂 根本就不必等这些信徒点火 他自己就可以催动火芒 只要这火芒点着了干柴 他就再也无能为力 这个时候 宁城也懒得去想什么 干脆地冲了出去 因为之前的锋刃 人群更是在退后了很远 于青和人群之间 空出来很大一片空地 宁城从人群中一冲出来 立即就被所有的人看见了 他要干什么 难道不知道 靠近就会被封刃杀掉吗 你以为圣庙长教 是如此好当的啊 只有这种大无畏的人 才有机会当上长教 被绑在祭台上的于青 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宁城 宁城他自然认识 几天前还去找他 说他是他的什么大道道痕 这个时候 他走出来做什么 第1287章 前世今生 宁城见识过院族的功法 的确是命运功法的分支 只是修炼到后面 完全变形了 成为了夙院之命功法 这个功法除了自身修炼之外 还可以通过捷径 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个捷径 就是吸收信徒的祭拜愿力 当初阿里还将愿力功法 简单说给宁城听过 宁城也大致清楚 夙愿之命的修炼途径 信徒越虔诚 愿力就越纯净和强大 对修炼夙愿之命的藏魂来说 愿力的纯净至关重要 一道火星被藏魂的意念之力 卷了过来 地下的于青脚下祭台的干柴 猛地烧了起来 宁城心里焦躁无比 但是他的表情却显得异常平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轻声吟唱道 不知命 无以修身 天不得时 日月无光 地不得时 草木不生 命无夙愿 无修行之本 悼念杂无 我已知纯净灵魂为夙愿祈愿 我自愿以我之命 为帝君祈祷 为帝君祭祭生命 宁城的吟唱声音不断发出 同时踩着干柴踏上了祭台 火焰在瞬息时间 就将宁城的衣服燃烧 开始燃烧他的头发和肌肤 之所以敢这样做 是因为宁城对宿愿之命的修炼太了解了 在纯净的灵魂愿力 也没有自愿贡献的虔诚愿力强大 于清的灵魂纯净 可是于清显然不甘心被烧死 不愿意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 去壮大修炼宿愿之命的残魂 而宁城却不同 他吟唱这个 甚至心里是真的愿意站上去 贡献自己的生命 给宿愿之命残魂 这可是那怨族残魂最想要的东西 宁城修为失去了 他毕竟是一个混元强者 那隐约的强大神魂愿力 更是让怨族残魂早就将于清丢在了一边 这种纯净 而且自愿的强大灵魂和祭祀生命 岂能被别的灵魂掺杂了 所以当宁城走上祭台后 轻松就将于清从祭台原柱上拉开 你快走啊 于清闻到了宁城身上肌肤烧焦的味道 焦急地叫道 宁城之前说的话是真是假 他早已不愿意去考虑 一个能冒着生命救他的人 就算是说假话 对他也是真心的 从他记事以来 还从未有人喂救他 而自愿被烧死的 火焰还没有烧到他的身上 他都感觉到了煎熬 而宁城身上早已被点燃 这种痛苦和煎熬 又是如何可以承受过去 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宁城 在他面前被火灼烧 这种感觉让他难以承受 他宁可烧的是自己 撕裂的痛楚 从宁城的肌肤传到了心脏 然后渗透进灵魂的最深处 哪怕宁城曾经炼体 承受过各种可怕的伤痛 也没有这种被火焰焚烧更煎熬 之前他炼体 终究可以运转功法抵抗 甚至还可以用丹药帮助 而现在 他是硬生生地 让火焰去焚烧 宁大哥 大哥 小叫花和迷失兄妹的声音传来 焦急万分 三人远远地也跑了过来 显然想要拔开火堆 将宁城救走 宁城 你快走吧 我相信你的话 于卿几乎都哭出来了 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要拖着宁城从火中冲出去 宁城知道他肯定不能走 如果他走了 那修炼院族功法的残魂 岂能罢休 就从那火焰并不燃烧于卿 他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抓住于卿的手臂 扭曲着脸 用沙哑的 几乎无法听清楚的话说道 你不用放在心上 也不欠我任何 钱是你为我冻死 这一事让我为你烧死 他担心于卿将来如果修炼有成 心里也有道痕 说完这句话后 直接抓起于卿 用尽全身的力气丢了出去 同时叫道 小叫花 你们三人记住 如果谁敢欺负于卿 杀无赦 于卿甚至连下 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就从火焰上方 被宁城扔向了小叫花三人 碰 在于卿被宁城扔出去的瞬间 那火堆完全爆发起来 在外面的人 就再也看不见宁城的半点影子 完全是一个小型火山 跑到镜前的小叫花三人 扶着于卿 呆呆地看着那火焰小山 目瞪口呆 这种火焰 他们只能看看 在于卿被扔出去 火焰爆棚出来的同时 咔嚓一声 宁城心里就好像有一道枷锁 突然被裂开破碎 无穷无尽的道运气息聚拢过来 原本无法释放的神石 突兀地伸展了出去 神渊疯狂上涨 道运一道又一道地 在宁城身边凝聚 一种狂喜涌上宁城的心头 他的道痕 再将于卿送出去 代替了于卿被火焚烧的那瞬息弥合了 修为一样的狂张 等他的修为恢复 这种反火 就算是燃烧它千年万年 也毫无影响 道运弥漫 修为恢复 被焚烧的肉身 在火焰中不再是煎熬 而是一种涅槃 肉身的强大 也在急速回归 宁城的神石 立即就铺天盖地地扫了出去 下一刻 他就看见了隐匿在 助命圣庙上空的残魂 宁城毫不犹豫地抬手抓了过去 一声撕裂的惨叫传来 助命残魂被宁城的空间束缚住 在宁城的手心之中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就化成飞灰神魂俱灭 美轮美奂的助命圣庙 在这一刻疯狂地坍塌 转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滚滚雷鸣 在空中沉闷哄响 宁城只想大吼一声 他的修为恢复了 大道痕迹修复 修为恢复 他的实力 直接来到了混元后期 尽管还没有触及到河道境界 那只是迟早的事情 在回首菩提子的帮助下 他早就看见了河道的途径 一道道恐怖的空间 漩涡压力卷来 周围的空间开始裂开 那恐怖的漩涡吸力 似乎下一刻 就要将宁城 完全吸入虚空之中 宁城很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他的实力恢复 道运规则过于强大 这个界面承受不了 但是宁城并不在意 以他的实力 想要收敛自己的道运 然后在这种低级界面立足 完全可以办得到 就在宁城想要收敛 自己道运规则气息之时 一道熟悉恐怖的道运气息 扑向了他 宁城心里一颤 这道运气息 他太熟悉了 当初在太阶界地下深渊的上面 他就被那手印抓了一次 当时那手印 远远没有这个时候强大 这次他再感受到 这道运气息 比当初那掌印 要强大了千百倍也不止 赶紧走 绝对不能留在这个地方 这是宁城唯一的念头 他这个念头一起来 就没有做任何抵抗 任凭那疯狂的道运漩涡 将他吸走 这道运漩涡吸力 是因为他的修为太强大 不允许他在低级界面待下去 宁城可以抵抗 现在他是不敢抵抗 一旦他抵抗这种漩涡吸力 那熟悉气息的手印 肯定会轰在这个界面上 无论他是不是对方的对手 那种可怕的气势轰来 这种低级界面 绝对会被轰成碎渣 宁城在跟随着道运漩涡 冲进虚空后 就感受到 那强大的气息 如复古之躯 一般跟了过来 宁城反而是松了口气 这人的实力 肯定是远远强于他 比他强悍了 甚至不止几个档次 不过只要这人跟着他 不去管江沙城所在的 低级界面就好 否则的话 他是没有能力阻拦的 宁城在虚空中疯狂逃走 那一道气息 在后面疯狂跟随 宁城不知道 自己逃过了多少界面 跨过了多少虚空 但是那一道手印 依然跟在他的身后 太慢了 宁城清楚 那跟在他后面的强悍气息 仅仅是那强者的感应而已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那强者距离他无比的遥远 一旦那个强者追了过来 他就再也逃不掉 当又一道空间漩涡 出现在宁城面前的时候 宁城直接进入玄黄珠 让玄黄珠自动卷入 那空间漩涡当中 玄黄珠早已成了他的东西 没有他的同意 绝对不会有人感受得出来 江沙城 这个时候 完全陷入了沉寂 之前 宁城代替于青 进入火中的事情 早不算大事 空中雷鸣翻滚 所有人明明站在空地的地方 也在那翻滚的雷鸣之音 感受到一种死亡的压迫 好在那压迫瞬间消失 在后来 众人能看见和感受到的 只有住命圣庙的崩塌 过了两久 当死亡压迫的气息消失 人群中忽然有人轻声叫道 咦 我怎么感觉住命敌军不存在了 我也感觉到了 而且我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 想要跪地祈祷的念头 没有人说这件事还好 有人说起这件事 顿时引起了另外的声音 那掌教作恶多端 终于遭了天谴 这个地方也被天雷轰成了粉碎 对 这些人作恶多端 一个声音化成了十个 十个化成了百个 然后形成了无数的声音 住命帝君的那些信徒 开始偷偷后退 因为他们自己也失去了 那种祈愿里的念头 火星已经点起 就算是他们后退 也没有办法遏制住 无数的人冲向了那些信徒 无数的人厮杀在一起 到了后面 甚至分不清谁是信徒 谁不是信徒 将杀成的城主看见这一幕 竟然没有多少在意 而是平静地 开始调集军队过来平乱 他知道 经过这件事后 将杀成将再也没有 那个美月的祭祀 也没有了什么 著命帝君的长教 分杂的广场上 人早已散去 只留下了一地的血迹和凌乱 只有于清 还站着被踏成了平地的祭台边 在他身后是小叫花三人 梦景 宁城 祭台 大火 前世 今生 这些场景在他的脑海中 不断地交错杂乱着 分不清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唯有宁城那一句话依然清晰 你不用放在心上 前世你为我冻死 这一世让我为你烧死 第1288章 收为弟子 玄黄珠进入虚空漩涡之中 宁城连自己的神识都收敛起来 不敢渗透出去 那追杀他的强者 实在太强了 强到他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宁城也清楚 对方为什么能找到他 那是因为他道痕消失 道心完善后 感悟到了自己的大道气息 这种天地大道气息 让那个强者注意到了他 只要他能够第一时间 逃出那个强者的赶石 再出现的时候 对方就不能再找到他 同时宁城也清晰地认识到了 自己和巅峰强者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在这个强者第一次 隔着无尽虚空位面 用手印抓他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不如对方 却并不觉得会一直不如对方 而现在这个强者再次出现 让宁城很肯定地意识到 就算是他合到成功 恐怕也不是这人的对手 这人强悍到了离谱的程度 玄黄天外天的那些造界境强者 和此人比起来 只能算是婴儿 也许只有批出那一道符文的强者 才能和这个家伙抗衡 看样子 远古造化大战之后 并不是没有强者 只是他没有见到罢了 浩瀚虚空中 一名站在九半青色莲台上的 绝色女子 停在了一处虚空漩涡之前 眉头紧锁 这正是之前追杀宁城的那名强者 他没有继续冲进漩涡当中 尽管他追杀的这个人 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蝼蚁而已 但他心里很是清楚 就算是他冲进漩涡 失去了感应气息后 他没有办法抓到这个蝼蚁 无论是之前那个河道的蝼蚁 还是这个逃进虚空漩涡的蝼蚁 都隐约成了他心里为威胁 他觉得这两人都极为狡猾和警觉 假以时日 等他们成长起来 对他肯定不利 这种感觉毫无来由 却清晰存在 自从他得到造化清廉之后 他的感觉就从未出错过 可惜我的造化清廉 还缺少三半 此时我最要紧的事情 应该是将那缺失的 三半清廉连半找到 两久之后 女子才喃喃自语了一声 他从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算是不确定的事情 他也不会去做 在知道可能无法找到凝成后 他已然转身 虚空一步踏出 以他的智慧 就算再抓不到凝成 他也有凝成的线索 第一次他的大道手印 被人从中轰开 失去了感应凝成 具体位置的气息 这一次 他可没有人打断 他的感应气息 他知道 凝成从什么地方顿走的 清姐 以后你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事情 大哥虽然去了 大哥的话 我们永远都记得 小教花和凝成 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却早已将凝成 当成了唯一的亲人 不是凝成 此时他依然还在 沙城的街道上想着 哪里能混到好吃的 而现在 他轻易就能将几个 挑衅他的壮汉一拳轰飞 他看见的是那些忌惮的目光 他能感受到的 是强大的自信 于清的目光 依然看着化为废墟的祭台 没有说话 各种声音在他的脑海中 杂乱交错 一个愿意为他 被烧死的人 会说话去骗他 你们是因为自己的朋友 被火烧死了 所以伤心吗 一个动听温和声音 出现在小教花四人耳边 于清也抬起了头 当他们看见 站在眼前身穿担子衣裙的女子时 都完全呆住了 就连于清 也被这种角色的风姿震撼 天下怎么还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于清虽然从来都不在意自己的容貌 心里也清楚 比他更漂亮容貌的女人 恐怕很少了 而今天 他终于看见了一个 比他还要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站在他的面前 甚至要让他感觉到 自己很丑 好在他从未对美丑在意过 这种感觉一闪而逝 就不再出现 子群女子也惊异地看着于清 于清的美貌绝对不会比他差半点 要知道 于清没有修炼过 而他却是浩瀚宇宙中的巅峰强者 他的功法 本来就会让他不断地完美 就算是如此 他也没有办法在容貌上 碾压凡人一般的于清 可见这个女子是多漂亮 你们站住这里是为什么 子羊女子轻声问道 宁城大哥在这里走了 我们在祭奠他 小轿花木然地回答道 宁城是谁 他从什么地方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哥的胆识无人能比 短短半炙香时间 子群女子就失望地停止了继续询问 他知道了这个人叫宁城 也知道了宁城的容貌 只是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小轿花三人 同样不知道宁城来自哪里 是什么人 他的神识渗透进了小轿花手中的戒指 里面的东西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都是一些极为普通的修炼资源而已 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子群女子再次将目光落在了于清身上 你的资质很不错 容貌也符合我的要求 你愿不愿意跟在我后面 成为我的弟子 你说人可以飞吗 于清没有直接回答愿不愿意 反而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问题 子群女子微微一笑 脚下多出了一道彩云 彩云将她拖起 悬浮在半空中 我不用回答 你应该知道了吧 于清的眼里 忽然现出激动和颤抖 那人可以轮回 可以活无数万年 甚至可以撕裂虚空 都是真的了 子群女子抬手虚空一抓 一道深邃的虚空裂缝 出现在几人面前撕裂虚空又有什么 至于轮回 那自然是真的 活无数万年 那只是短命鬼而已 我明白了 对不起 于清喃喃说道 子群女子皱了皱眉 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弟子 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没有空继续等你 如果愿意 我马上带你离开这里 说话间 子群女子手中 出现了一道淡淡的道运手印 只要于清拒绝 不要说将杀成 就连这个星球 他也会完全捏碎掉 浩瀚宇宙 没有谁敢拒绝他行息 一切拒绝他的人 都是死或者是消亡 在他心里 无论宇宙多浩瀚 多磅礴 在将来 也是他掌控中的一粒尘埃 他注定要成为主宰一切的造化强者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 也没有任何人配合他并练 让于清做他的弟子 是于清一辈子的荣幸 于清吸了口气 宫生说道 我于清愿意成为前辈的弟子 跟随前辈左右 子徐女子点了点头 面带微笑地说道 很好 你做了一个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清姐 小教花终于魂归身体 急忙叫了一句 于清脸色恢复了平静说道 多谢你们三人了 我会跟随我师父一起离开这里 你们多保重 清姐这是你的戒指 小教花连忙将手中的戒指递给于清 大哥只是要他们保护于清 现在于清拜了师 而且 他的师父这么厉害 自然不要他们保护了 于清刚刚接过戒指 就被子群女子手一卷 带入了无尽虚空 消失不见 小教花三人呆呆地看着消失的虚空裂缝 眼里除了惊骇 还是惊骇 宁成从玄黄珠中出来 就知道 那个如肤谷之躯的强者 已经走了 他松了口气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失落 经过这一番逃窜 将杀成的具体位置 他早就不记得 就算是他想要再回去见见于清 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短暂的考虑之后 宁成决定 先找到五太阶的位置 然后回太宿界去看看 最后去玄黄天外天 也不知道 钟无尘能不能从家良海走出来 如果这家伙能走出来 那必定会去玄黄天外天见他 如果走不出来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家良海的那符文杀意 就算是他现在 也没有办法抵抗 那种强大的符文杀意 恐怕不会比那个追杀 他的大能弱多少 他只能在心里 告诉钟无尘 你自求多福 星空轮再次被凝成祭出 尽管他知道星空轮的气灵在什么位置 但现在显然不是去寻找气灵的时候 太宿界太宿妖脉深处 环仙岛下方极深的一处深褐色大殿门口处 一名美貌女子正跪在地上 脸上带着忧色 在大殿的正中间 悬浮着一本方圆将近一帐的古书 书上写着五个沧桑古朴的大字 太宿大的绝 帝云道君在上 奥武前来惊扰 实在是万般无奈 道君曾经算过 太宿界即将被修复 道君也将重将太宿 可如今 太宿界即将被人族同管 我太宿妖脉 也逐渐被蚕食 太宿界却没有半点被修复的迹象 为之奈何 女子语气中带着一种无助 两久之后 大殿正中间古书的上 忽然渗透出一道 几乎听不清楚的模糊声音 时机未到 不必忧心 是 弟子告退 美貌女子躬身站起 再次退了出去 连自己位置都不知道的宁城 自然更不知道太宿界发生过这些事情 他正控制着星空轮 在虚空急速前进 只要能找到一个人 他就可以打听到 自己所在的方位 宁城的运气不错 仅仅是几天时间 他就看见了一艘 等级不算高的飞船法宝 飞船上有三人 一男两女 这三人修为都不高 修为最高的一名女子 也没有速到 第1289章 不周风 这艘飞船在看见宁城拦住他们 赶紧停了下来 为首的那名女子 对宁城一抱全说道 这位道友请了 不知如何挡住我们的飞船 宁城连忙也抱全说道 请问一下 几位是去什么地方 与其询问这里是哪里 还不如询问 这个飞船的目的地是哪里 那名女子没有感受到宁城身上的杀意 放缓自己的语气说道 我们是去不周风 莫非道友也去不周风 不周风 宁城想到了不周山 不过不周山是不是真的存在 宁城也不知道 她修道后 发现自己修炼的神通功法 和华夏远古神话中的 那些神仙完全不同 很多人都去不周风吗 那里有什么特别 如果又是一个和家亮山一般的 寻求修炼资源之地 宁城并不会在意 道友没有听说过不周风 女子疑惑地问了一句 宁城歉意地说道 我刚刚迷失了方向 还真不知道不周风 还要请教几位道友 女子听了宁城的话后 目光从宁城的星空轮上收回 她感觉宁城的这个星空轮 比他们的飞行法宝 档次高了好几个 能用这种飞行法宝的人 想必不是简单之辈 不周风屹立在一方虚空之中 本来没有名字 因为不周风 除了封顶一个巨大的 辅行凹槽之外 没有任何神灵器 也没有什么神灵槽 这个名字 也是有人看见这个凹槽后 随便取的名字 女子解释道 宁城更是不解地问道 既然如此 为何不起名叫腐行风 要起名不周风 女子微微一笑说道 因为你没有去过不周风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不 周风那个腐行凹槽 最开始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看出 是一个腐行凹槽 随着岁月流逝 那个腐行凹槽 才渐渐成型 之所以起名不周 就是表示 不完全相似的意思 最近听说不周风的腐行凹槽 已是完善起来 越来越像一柄巨斧 那腐行凹槽越完善 就越没有人能接近 我估计 就算是完全成为腐行凹槽 这个名字 也不会有人去更改了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 是去看那腐行凹槽吗 宁城问道 之前这个女子说过 不周风没有神灵气 也没有神灵槽 女子说道 不是的 最近不周风的腐行凹槽 渐渐成型 成型后的腐行凹槽 蕴含和散发出 无穷无尽的天地道运气息 听说那个地方 很容易就能感悟到天地规则 然后明悟自己的大道晋级 我们几个即将速到 也是想要去碰碰运气 那几位来自何处 有没有前往不周风的 虚空方位预检 如果有的话 能否让我刻一份 宁城又问道 一直和宁城说话的女子 感受得出来 宁城的实力很强悍 在听了宁城的话后 她立即取出两枚预检 递给宁城 虚空之内接朋友 刻一枚地图而已 倒有尽管刻吧 宁城再感谢了一句 将两枚预检拿来 很快就再次刻了两枚 同时将这两枚预检还给女子 这两枚预检 其中一枚的确是前往不周风的 还有一枚是他们来的地方 是虚空中的一个星球 叫玛雅星剑 见宁城没有找茬 这名女子心里松了口气 收回预检和宁城打了一个招呼 瞬间消失在浩瀚虚空之中 宁城没打算去玛雅星剑 她取出了不周风的虚空方位预检 不周风距离这里并不算很远 以她星空轮的速度 估计一天时间 她就可以到达不周风 不周风仅仅是虚空中一个无名的山峰 就因为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腐形凹槽 这才得名 如果不是那个女子 说不周风的凹槽 完全形成了腐状 还散发出天地道运气息 可以让人感悟天地大道 宁城是不想去不周风的 这很容易让她想到 造化不灭腐 造化不灭腐的天地道运宁城是感受过的 在造化宝物当中 造化不灭腐 恐怕是第一攻击法宝 她决定去不周风感受一下 那腐形凹槽散发的天地大道气息 是不是不灭腐的 如果是不灭腐的 这个凹槽在这里 成长是什么意思 这样一个凹槽 如果不是人为的 那就是造化不灭腐的气灵不灭 天然形成 既然名字都叫不灭腐 哪有那么容易完全念花的 星空轮驱动起来 滑破空间 甚至一天时间不到 宁城就来到了不周风的外围 一到这里 宁城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天地大道气息 道运几乎形成了石质一般 铺天盖地的 在不周风周围环绕不朽 正如那女子说的一般 不周风高耸如云 显得磅礴万千 无数的星空修士 都端坐在不周风的山脚下 感悟着一道道的天地道运气息 宁城的神石扫出去 很快就看出来 越靠近山峰的位置 修为都是越高的 他的神石 慢慢延伸向不周风的峰顶 果然越靠近峰顶 天地大道的气息 就越磅礴浩大 在宁城的神石 在接近山峰的时候 一道强大的天地大道气息 挡住了他的神石 天地大道的道运 轰鸣在他的石海中 嗡嗡作响 宁城的石海 一阵阵疼痛 他赶紧收回神石 如果再不收回神石 恐怕他的石海都会受伤 这个地方腐心凹槽的形成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宁城取出一枚 机子大小的 造化不灭斧残片 感受到其中的道运气息 和不周风风顶 散溢出来的道运气息 一模一样 宁城很容易就判断出来 这就是不灭斧 大道气息形成的 来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都是疯狂地寻找地方 感悟着腐心凹槽 渗透出来的大道气息 在这种极易感悟的 天地大道气息之下 不时有人进击 这更是疯狂地刺激了 前来感悟天地大道规则的修饰 宁城观察了良久 收回了神石 他对不灭斧的印象并不好 当初就因为不灭斧的 一道斧文杀意 差点让他陨落 他已经有玄黄珠了 对这种造化宝物形成的形狠 还是让开为妙 就在宁城想要远去的时候 不周峰的封顶忽然形成了一道道的盗蕴漩涡 这些盗蕴漩涡将周围的空间挤压得轰轰鸣响 宁城心里忽然有了一种预感 随即他的一道神石爆就轰出去 宁城的神石强行轰开了不周峰封顶的盗蕴漩涡 落在了那巨斧凹槽之上 恐怖的符文盗蕴压抑过来 宁城石海一腾 赶紧收回神石 在他刚刚收回神石的时候 那斧行凹槽忽然慢慢升起 在不周峰的封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腐形影子 空间的盗蕴轰鸣更是急促 犹如战古在聚集冰江一般 一些修为较弱 却爬到不周峰稍高地方的修士 在这种急促的盗蕴轰鸣音下 直接暴体化成了一盆血雾 更多的修士纷纷后逃 这个时候不要说感悟天地大盗痕迹了 就算是慢了一点点 也会被这种急促的盗蕴轰鸣给撕裂 轰轰轰 盗运轰鸣之音从不周峰的封顶渗透出去 很快就铺满了整个浩瀚虚空 然后沿着每一个角落渗透出去 不好 凝成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和之前他看见的那个祖库祭坛一模一样 也是在收集造化不灭腐的残片 当初他曾经这样怀疑过 会不会有人通过另外的办法 收集造化不灭腐的残片 没想到 这还没有过多久 这件事变成了事实 只是那祖库祭坛和这个腐形凹槽比起来 简直就是婴儿学步 凝成刚想到这里 他的戒指诡异地炸裂开来 之前被他临时收进戒指的那枚造化不灭腐残片飞了出去 直接冲向了不周峰的封顶 而戒指中临时放置的一些修炼资源 更是被空间破碎 挤成为虚无 凝成倒吸了一口冷气 以他的实力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戒指 那别的人更是别想了 好在他玄黄珠中那些不灭腐残片 还没有受到影响 看样子 这不灭腐的天地道运规则虽强 也不会强于他完善了的玄黄珠 这个时候 凝成想到了钟无尘 这家伙 莫非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才将不灭腐的残片都给了他 可钟无尘虽然是老家伙 应该还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吧 凝成的念头刚刚转到这里 就看见无穷无尽的不灭腐残片 犹如蝗虫一般四面八方地飞了过来 这是一幅立体景象 让凝成忍不住用水晶球记录下来 也不知道这一刻 有多少人的戒指破碎 损失掉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宝物 有多少人因为戒指破碎陨落掉了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 拥有强悍的链体 戒指炸开 对他来说 连衣服都不会破一个洞 道运轰鸣延伸出去 飞来的不灭腐残片越来越多 不周风风顶的不灭腐越来越凝聚 真正的造化不灭腐 也在凝成面前渐渐成型 磅礴的腐翼气息慢慢凝聚 众多在不周风上的修饰 纷纷炸裂开 周身道运 完全被造化不灭腐吞噬一空 距离不周风无数界面之外的一处地方 带着于清的行息 呼地停了下来 他凝目透过浩瀚的无尽虚空 神色凝重地南南说道 造化不灭腐 再次凝聚成型了 但是很快他的脸色就是一变 竟然转身沿着不周风相反的方向 迅速消失 第1290章 又一可怕强者 悬浮在不周风顶的巨斧散发出滔天的战役气息 宁成会员后期实力也被这种战役影响到 他的领域更是道运流转 不让这种战役渗透进来 当再也没有碎片飞过来的时候 不灭腐已经完全成型 好在不灭腐视频玄战 不是腐刃朝下 虽然战役滔天 却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果是腐刃朝下 宁成甚至都怀疑自己会不会祭出造化神枪 这柄巨斧的战役实在是太过可怕 宁成的神石落在不灭腐的腐刃之上 果然在其中看见了几处缺失的边角 就连腐刃也少了一片 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那缺失的几个边角 正藏在他的玄黄珠中 看样子不灭腐凝聚再强大 也无法撕裂他的玄黄珠 让不灭腐残片飞翼出来 玄黄珠果然是和不灭腐是同等级的宝物 不灭腐可以让他的普通戒指炸裂 却无法奈何玄黄珠 宁兄小心地后退 他知道不灭腐不是他的 在看见不灭腐的那一瞬间 他就清楚这斧头是任主的存在 而不灭腐认的主人 绝对不会是拥有造化玄黄珠的他 可是他内心深处 依然很想要不灭腐 如果他能得到不灭腐 他手中的不灭腐将是完整的 因为不灭腐鱼下的几个残片都在他身上 不灭腐本身的战役都如此狂暴 一旦被他施展 那威力就在此时 宁成看见虚空中一只巨手抓了过来 那巨手直接抓向了不灭腐的伏饼 在这巨手抓来的同时 不灭腐周围空间滔天的战役纷纷瓦解 这巨手破开不灭腐的盗运战役 长驱直入 宁成清楚地知道那巨手 是一个盗运手印痕迹 可是那犹如真人一般 无视一切的手印痕迹 依然让宁成震战 在规则稍微弱一些的界面 他一样可以伸展盗运大手 但绝对无法和这样 看起来就和真人的手伸过来一般长驱直入 还可以直接破开不灭腐如此可怖的滔天战役 那狂暴的力量 就好像压抑了整个虚空 宁成每退一步都觉得艰难无比 好强大 宁成压抑住内心 想要去抢夺不灭腐的澎湃冲动 继续强行后退 当初他在太一届地下深渊之外的时候 也被一个隔着无尽虚空的手印轰了一下 现在他看见了更加清晰的盗运手印 宁成知道这两个手印凝聚的人 并不是同一个 这个盗运手印的凝聚者实力 不会比那个对他动手的手印弱 浩瀚虚空 到底有多少这种强大的强者 为何沉寂了如此多年后 一起出来了 眼看那手印 就要抓到不灭腐腐饼的时候 巨腐的腐认出 忽然爆出一道强悍的腐蚊刃芒 这道腐蚊刃芒 和抓过来的手掌轰在一起 漫天炸开无穷无尽的盗运气息 规则在这瞬息时间碎裂 一道道深不可测的虚空裂缝出现 一些还没有从不周风 桃远的修士 在这种规则炸裂的波动中被轰成虚无 就算是宁城 也被这种恐怖的波及扫中 整个人都在虚空中倒卷出去 不灭腐在批出这一道腐痕之后 化成神识都难以触及到的影子 渗入虚空中消失不见 就连那巨大的手印 也是无可奈何 咦 虚空中突兀地出现一个声音 那声音落在了宁城的耳边 犹如雷鸣一般 宁城心里一惊 直接祭出星空轮 不知道为何 虚空中突兀出现了如此多的老东西 而且实力一个个都可以秒了他 等等 虚空中的声音再次落在宁城耳边 我对你没有恶意 你可否拜我为师 宁城的星空轮已经祭出 并且感觉到这个声音的主人并没有接近他 心里略微松了口气 卧锦造化神枪冷静地说道 前辈功法通天 只是我现在还无意拜师 还请前辈见谅 这个声音有些苍老 宁城感觉得出来 对方的年岁非常大 大的 甚至他都不敢想象 唉 可惜了 我的道号子消 说不定有一天 我们会再见面 说完这句话后 这个声音彻底隐秘不见 宁城感受到 这个强者的气息 彻底消失不见 这才放心地驱动了星空轮 以他如今的实力 都觉得虚空太危险 可见浩瀚虚空中 隐秘了多少强大之辈 星空轮彻底地离开不周风之后 宁城这才开始思考 这个紫霄到底是什么人 是不是也参加过造化大战 宁城相信 凭借对方的实力 肯定是有资格参加造化大战的 不周风的造化不灭浮现实 宁城连抢夺的心思都没有 他也知道自己肯定抢夺不到 这个紫霄道君 隔着无尽虚空 也伸手来夺 可见其实力有多强悍 之所以没有抓到造化不灭浮 估计不是因为紫霄道君的实力问题 而是因为 他相隔得实在是太远了 紫霄敢抢夺造化不灭浮 难道也是拥有造化宝物的强者 听他的声音 应该是比较苍老了 宁城摇了摇头 看了看手中的造化神枪 正想着造化神枪 什么时候可以再晋级 成为和不灭浮相抗的法宝时 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来 道号紫霄 华夏神话中有一个紫霄宫 他知道 紫霄宫中住着一个巅峰强者 那就是红军老祖 红军老祖 可是拥有造化御蝶的存在 难道 宁城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这简直太疯狂了 红军老祖显然是传说中的人物 神话故事中的强者 怎么可能出现在浩瀚虚空中 还想要抢夺造化不灭浮 宁城拍了拍自己的脑子 他觉得经过回首菩提子弥合道痕后 他经常连现实和虚幻都分不清楚 看见不周峰 他会想起被共公撞断的不周山 听见紫霄 他会想起红军老祖 赶紧不要多想了 回到太宿界去 这次宁城运气不错 他很快就找到人 询问到了五界虚事的路 太宿界知道的人也许不多 但是五界虚事知道的人可不少 哪怕星空轮没有气灵 一年后 宁城也进入了五界虚事 宁城没有心情在五界虚事闲逛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传颂镇 他要去太宿界 通过传颂镇最节约时间 宁城刚刚从交纳的神经 正在等下一波传颂的时候 不远处的传颂镇闪起一圈白芒 让宁城疑惑的是 白芒之后 仅仅只有一人从传颂镇冲了出来 这人脸色苍白 嘴角一血 宁城不用神石扫 也知道他身受重伤 能让一个化到圣地如此重伤 看样子 这家伙惹的人不弱 让宁城多看了一眼的是 这人是还是一个单神 宁城的实力远超对方 单道水平也远超一般单师 入眼就看出了 这人周身的单道道运 谁帮我将这个玉剪 送到太宿界 交给太宿道君 我这枚戒指 就是他的 我是一个化到单神 戒指中有众多的珍贵丹药 这脸色苍白 嘴角一血的男子一出来后 并没有立即就走 而是举起一枚戒指 和一枚玉剪要人帮忙送信 这位道友 赶紧上传颂镇 别让人多等 负责传颂镇的修士 见宁城迟迟不进传送阵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宁城一摆手 再等等 如果违反了规定 我就在下一轮传送好了 宁城说完这句话 走向那想要给他送信的 重伤化道圣地 此时已经有数人 抢在了他的前面 这位道友 我愿意帮忙 我去过太宿界 去过太宿界有什么 我和太宿道庭君的 一个将领有交情 我肯定帮你将信 送到太宿道君的手中 为了抢夺这一封信的送信权 一帮子人开始竞争抢夺 若不是因为 这里是五戒虚士的传送殿 就算是打起来 也不是不可能 还没有等着重伤化道圣地说话 他刚才传送来的传送阵 再次闪出一道白光 这重伤的化道圣地 脸色更是苍白起来 此时宁城已经挤开人 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想都没有想 直接将预简和戒指 塞到宁城的手中 救你了 你赶紧帮我 将东西送给太宿界的道君 我看看 哪一个有胆子 将这东西送到太宿界 一个讥讽冷笑的声音传出 跟着从传送阵上 走出了两男一女 这三人走出来的瞬息时间 大殿中顿时寂静起来 这三人有一个 已经是第二步的道元圣地 另外两人 也都是化道后期的强者 这种强者说话了 谁还敢送信 除非是找死差不多 原本围着这只重伤化道圣地的修士 纷纷让开 周围一下就空旷起来 只剩下了抓着预简的宁城 和那脸色愈发苍白的 重伤化道圣地 宁城没有在意这三人 他的神识直接破开了预简的禁止 扫了进去 预简上只有七个字 求助太史陆东策 宁城心里顿时一领 如果说他在太史界 还有一个过命的朋友话 那就是陆东策无疑 陆东策心胸开阔 对他帮助可不小 就算是太一界的道庭军 入侵太宿界 陆东策都想尽办法 聚集了一批混员强者 专程赶到太宿界驻权 可是陆东策是太史界的单会会长 那实力就算是顶级宗门 也不敢对他如何吧 是谁敢对他动手 无论是谁对陆东策动手 这件事让他知道了 他就不会袖手旁观 本来他就准备有空去太史界 去看看陆东策的 如今陆东策出事 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